馬尹早總統要求政府在一個月之內要拼出經濟有感 而行政院長陳沖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卻表示 總統的說法事前並沒有告知他 陳沖還說自己不是一個成功的行政院長 而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引起了很多媒體記者的追問 全國各縣市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從台灣各地趕來 甚至有遠從澎湖搭飛機來 這是為了當面向行政院長陳沖提出建言 行政院長陳沖帶領財經官員參加 對於日前接受媒體專訪 談到自己不是一個成功的行政院長 陳沖指出現在很多事情要花很多精神去溝通 是非常累因此才這樣說 對於馬總統說一個月經濟有感 他只說政府各部會都在努力 對於每一項專業的事情要做決定以前 我一定先去把那個專業做一個了解 採訪的記者是說那你這樣不會太累了嗎 他別人也會這樣做嗎 他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那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那我不是一個成功的行政院長 每一個院長 每一個領導人 各有風格 那我們對院長還是有信心 林比比指出油電雙掌 給中小企業帶來很大的負擔 但是政府到最後關頭財管長 雖然已經造成負面效果 還是希望政府要聽企業的心聲 不然政府施政無感 會讓社會有更多的無力感 記者歡迎入獎龍祥台北報導 讓我來看見 哇 真是 Bliss 豆腐